我们前面说到构成生命的分子分为七大类 这七大类构成生命的物质就叫做七大营养素 构成生命的分子就叫营养素 所以水 蛋白质 脂质 矿物质 维生素 核酸 都是营养素 那我们这七大营养素当中 我们先从分子看起来最单纯的水先介绍 水占人体体重65%到70% 所以水很多 那占细胞的比例大概是70%到90% 为什么占细胞的水的比例比较变化大 各位 整个个体的水大概占七成 可是以细胞来当单位的话就差很多了 你的脑细胞水很多 因为脑比较水 我的脑水啦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目标是骨骼细胞 它的水能含量很低 如果讲是脂肪细胞 几乎就没水 都是脂肪 所以以细胞当单位的话 水的含量有很大的变动 那以生物来看 水母有95%是水 所以你把水母捞起来 烘干 风一吹会飘走 水母很轻 所以我们人类不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飘走就没啦 我们通常水母拿起来 先加一些盐 让它微微脱水 脱水之后洗干净之后 切丝 拌味淋啊 酱油啊 有些会拌醋 然后我喜欢加香菜 就拿来吃海泽皮 海泽皮就是一种水母 所以水母水分很多 没有什么热量 所以海泽皮其实也是减肥胜品 但它有一个缺点啊 它很贵 所以大家宁愿吃蒟蒻 我扯远了 所以这都是水分多 然后有饱足感 却不会让你胖的一群东西 好那我们知道水哦 它的分子的长相 不是有个氧原子 然后带两个氢吗 乙分子是这样画 不过国同老师会画得更可爱 国同老师喜欢这样 氧很大 氧原素很大 氢原素比较小 这是氢 对不对 那通常画到这里 有些老师就说 好痒哦 把它画完好不好 画完 哦好可爱哦 不行啊 我们今天不是在画熊熊 我们在画水 对 超可爱的 好吧你 好各位哦 硬的部分来了 水是由氧跟氢 这两种元素所构成 而在化学的领域当中 不同的元素 它对电子的喜好程度是不同的 我现在的语言是不是还蛮白话的 各位听得懂吗 不同的元素对电子的喜好程度不同 如果是化学领域 它会说这叫电腹度 有些元素很喜欢抢电子 它会比较偏负电 有些元素比较不喜欢抢电子 电子被别人抢走了 我就比较偏正 那以这个水来讲 氧这个元素 是各种元素当中 爱抢电子中很有名的物质 它喜欢抢电子 就会把轻的电子 拉过来一点 它就把这个轻的电子 拉过来一点 当电子不在轻那边 靠近氧这边 氧这边 它就会变成 微微带负电 微微负 而轻这边就会微微正 微正 大家这个概念OK吗 两个物质手牵手 A喜欢抢电子 A就偏负电了 那相对于来讲 B就会偏正电 这个概念或这样子的应用 生活中常见到 两个女生出去 当我微微负 你就会微微正 所以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有些女生出去逛街 都喜欢挑某些同学一起去 因为像我会看起来 微正 我比较正 我也开玩笑的 我在讲的是 间接中抢电子的状况 好各位 为了表达这 我会微微带负电 你会微微带这些 化学上叫这个微微正 叫做部分正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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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al是部分的意思 这个部分正 部分负 英文代号就叫partial 这样写部分正 这边是部分负 好各位 写到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水分子 它出现了电荷的方向性 这边是偏正电端 这边是偏负电端 所以水分子 它的电子分布并不均匀 比较偏向氧这一端 而氧这一端 就会变成partial负 部分负 这什么意思 好复杂 对不对 大家 一个分子 你身上出现电荷的方向性 我们就叫你 急性分子 为什么 如果今天你的这个分子 全身的电子分布好均匀 均匀到 你那里比较正 你那里比较负 而没有 我全身正负一致 我电子分布好均匀 我在电荷上并没有方向性 但水呢 偏轻的那一端 微微正 偏氧那一端 微微负 所以氧那一端 叫做微负端 而氢那叫微正端 电荷上出现方向性了 我们就叫它急性分子 那中文干嘛翻译成急性分子 急这个字 代表方向性的意思 我举几个实例 我们中文的口语 地理上最北 北极 地理上最南 南极 能量很正 叫正极 能量很负 叫负极 所以当正负能量调和 称为太极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极这个字 而且这个字是英文翻译来 也是一样的 英文也是 也是极这个字 就是方向性的意思 各位 北极是什么 是叫North Pole P-O-L-E 那个pole是名词 你把它变成形容词 叫Polar P-O-L-A-R 所以才有Polar贝尔 波拉贝尔 英译 那个字就是极的意思 所以叫北极球 所以在英文上 也是代表有方向性的意思 所以极角分子的 上面的电子分布并没有均匀 就会出现 有个方向是比较偏正 有个方向比较偏幅 电荷上出现方向性 你就是极性分子 但如果你今天分布很均匀 你就叫做非极性分子 那今天干嘛 没事提这么难的东西 因为极性分子跟非极性分子 后面会不断的出现 所以如果你对于极性跟非极性的定义 你不清楚 你后面会学得很辛苦 不论在生物还是在化学 所以我今天先偷跑了 其实按照道理 极性分子是化学会要教的 只是我们生物先遇到水 我们先说 那到了化学课 化学小师会教得更 更正统 我们都先扯淡 好大家继续 那为什么极性分子那么重要呢 让我换个笔笔的颜色 跟大家解释 假设这是水H2O 这是水H2O 这是水H2O 然后这是水H2O 好各位 我们不是说 氧这边微微负电吗 金这边微微正电 我这边写正写负其实不好 应该要写部分负 部分正比较好 因为它不如是全正 也不是全负 好我先把这个正负画好 大家我现在再换个颜色 我们的分子如果带电荷 正电或负电或微正或微负 会出现正负相吸 这个氧带微微负 会跟这个新的微微正电 正负相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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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所画的这个蓝色的东西 它就是一种作用力 正负相吸的作用力 这个作用力是一种间接 叫做轻贱 看到吗 轻贱 请问各位听过轻贱吗 不是这个字吧 大家 不是那个交好朋友的轻贱 是这个轻这个贱 为什么叫轻贱 因为这个贱通常在生物体内 这个贱的两端 一定有一端是轻 你看这个例子 一边是轻一边是欧 就是氧 所以常常是轻跟三八底形成的贱 所以才叫轻贱 好那因为你们化学还没需要这 我先偷跑它的概念架构 分子跟元素跟元素之间会形成间接 有些间接的作用力很强 是强贱 例如供价贱跟离子贱 是不是这些都还没交到 没听过 那我现在提的这个轻贱 它是相对于强贱来讲 轻贱比较弱 所以它的作用力比较弱一点 是属于弱的贱 包含像轻贱 还有很后话也会学到的凡德瓦利 是弱的贱 但这个贱虽然很弱 但所谓巨砂成塔 巨少成多 水跟水之间会形成的弱弱的轻贱 但是轻贱很多啊 多到水变得很稳定 所以水喜欢跟水在一起 因为它们正贱会相吸 所以水这个分子 相对于其他物质来说 水很稳定 因为它们之间有轻贱 为什么它有轻贱 因为它是急性分子 急性分子就代表 我身上一部分带正 一部分带贱 我的正电端 就会跟你的负电端 形成正贱相吸的作用力 那个作用力名字叫轻贱 水是非常有名的急性分子 它之间就会形成轻贱 好了就说到这 所以水是相对其他分子物质来讲 稳定的物质 所以生物体为什么喜欢 这么多比例的水 它稳定 它稳定 你就稳定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前不是说 水还有很多性质 水的比勒很大 各位还记得什么是比勒吗 比勒的单位 其实可以表达它的意思 它的单位不是什么卡克杜西 大家温固而知心 举翼而反山 不要把旧东西忘掉 旧东西是为了让你学习东西当基础的 卡克杜西的意思是什么 我让一公克的水上升一度 所要花的能量 单位为卡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水 我给它这么多能量 你才上升个一度 代表你的体温 温度很难改变 我就叫你比勒的 所以水的温度很难变化 那下面有两个现象 像水可以轻微解离成 轻离子欧尼富 我们下一节课再提 我们先讲到这 我们上次把水介绍的差不多 说水是极星分子 极星分子跟极星分子之间 会是你的正电端 跟我的负电端相吸 我的负电端跟你的正电端相吸 就会有作用力 那水呢可以解离的 解离方程式如下 当然是双向反应 水可以变成轻离子加欧尼富 而它的解离程度很低 叫轻微解离 解离程度多低呢 给各位一个数值 五亿五千万分之一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水溶液 有五亿五千万个水分子 只有一个水分子解离成 轻离子跟欧尼富 它的解离度其实不高 但这个微微的轻微的解离 就已经影响我们生物体 很多有的没的了 好那因为水可以轻微解离 然后很多物质融入水 就可以产生所谓的酸碱值 所以水溶液从很低到很高的酸碱值 有这么多的变化 另外呢我们也说水是很好的融迹 世界上有很多物质融于水 而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要知道理由了 因为水是极性分子 像这是个水分子 那个写个负的就是它的负电端 偏负电的那一端 这两个小耳朵是正电端 就是氢的部分 好那如果今天有个物质 它也是个极性分子 比如说我现在画这个大分子 什么叫极性分子 电子分布不均匀 这边带负电 正电这边带负电 这边带负电 这边带负电 电子没有均匀分布 你只要电子没有均匀分布 就会有偏正电的那一侧 跟偏负电的那一侧 其中我的水的负电端 会跟你的正电端相吸 而我的负电端 会跟你的正电端相吸 所以你只要电子分布不均匀 你就会跟水分子产生作用力 那个作用力是化学说法 实际上你看到的就是 融与水 任何一种物质 可以跟水产生作用力 它就融与水了 为什么会这样 极性分子会跟极性分子 产生你的正 它与我的负相吸 我的正会与你的负相吸 有这样的现象 而水是极性分子 所以所有的极性分子 都会跟水产生作用力 所以极性分子跟极性分子之间互融 而水是极性分子 所以这些极性分子都融于水 那么另外一群呢 非极性分子 你的电子分布很均匀 全身的电子都分布很均匀 你没有明显的正电或负电的 你就不融于水 它们就是输水性物质 或叫脂溶性物质 就是脂质脂肪那一类的 以上是水的介绍 这一页我就跳过了 水会有毛细现象 这个等物理再给它 物理了就上好了 那物理你们上完 我们再来上生物的毛细现象 今天我就不提了 谢谢大家